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今日向卑司法院提出申請 取回被收繳的電腦、電話等電子器具所儲存的資料 加拿大司法部的代表律師亦同意請求 法官辦令邪警在三個工作天內完成要求 該項申請亦揭露孟晚舟除了使用華為手機外 還使用一系列的蘋果產品包括MacBook、iPad和iPhone